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特区政府 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2018年5月还正正有词赞扬这幅政策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 接任仅一年一个月 就传出在澳门住处跳楼自尽 郑晓松因为患有抑郁症 10月20日晚间不幸在澳门住所坠楼身亡 就在前一天 郑晓松还会见一群智库人士 24号诸港澳大桥通车典礼在即 外传还是由郑晓松陪同习近平出席 突然因为忧郁症跳楼 立刻引发各界讨论 我个人觉得就是回归18年来 澳门基本法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 然而光是今年5月 中国就有7名官员亲身 还有中国网友统计 从2012年18大之后 到2016年7月底 亲身官员人数高达782人 不少人怀疑郑晓松死因不单纯 还有可能和最近习近平加大力度打击 参赋有关 政府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有福必反 有逃必抓 眼看习近平打贪不手软 中国官场风神鹤唳 接下来还有多少高官 毫无预警的得到犹豫症 出车祸甚至卧轨 谁也不知道 三个新闻 中华报道